今天是10月20日,星期二 市昨天進一步反彈 而且日中曾經輕輕突破50和100天線 但最終收市還是差一點 不過形態上、技術上都是有利後市發展 先看看渦輪牛紅症方法的數據 直至昨天收市為止 此計恒指牛紅症的街貨比例是58%對42% 58%的資金仍然看過後市稍微好一點 42%的資金就來為保守 至於最多人買的是美團的好倉 涉及金額有1300萬 美團的股價一點都不便宜 奈何股價一直都相對比較強勢 事實上的形態和技術來講 相對整個升浪來講 現在這一分鐘都是抓住高台 如果大家對美團的好倉有興趣 都留意一下 因為瑞通是有一隻擴輪 29263 其實大家不妨卡入下面的網址去看看 事實上來說 近期大市都是處於波幅性區間的上落 相關的偶紅症 很可能會有比較多資金參與 如果在任何部署前 最好卡入水中的網址 看看市場資金的佈防是怎樣 然後再行定奪就比較好些 再講關於市場 剛才提到昨日市場進一步輕輕突破 50和18天線 的確如是 因為昨日的指數最高是24,771點 技術上來說 相對現在的50天線 大概在24,577 而18天線在24,672點 昨日的高位又再進一步突破 不過始終買盤有少少確保 所以最終收市是在24,542點 升至155點 即是技術上是拉著50和18天線 但第一點應該留意得到 好像上星期的市況是比較反貨 尤其是星期四跌至500點 但恒指一直都穩守在10天和20天線之上 需要留意的是 10天線現在已經升至24,271點 市場或是技術上的反覆 如果是再來的話 只要不跌穿10天線 問題就不太大 10月份 其實今天來說 只有8個教育天 這個星期有4天 下星期也有4天 但下星期一是公眾假期 要說的是 下星期四已經是今個月期止的結算日 下星期三是期止轉創高空日 即是下星期二和這四個教育天 在這五天 將會是很淡角力的聚焦所在 按照現在這一分鐘來說 以指數為收在24,542點計 是升至今個月5日的低位 23,674點是比較遠的了 即是說大市是處於今個月的波幅上方 抓住高位的水平 我不管哪一天 如果指數能夠最終突破24,808點的話 目標將會是25,000 甚至至9月1日的高位25,254點 我應該說過給大家聽 今年7月7日的高位 今年7月7日高位26,782點 跌至9月25日的低位23,124點 一共跌3658點 這亦是一個中期的調整 因為低位指數是跌穿了所有平均移動線 但由9月25日的低位23,124點 大部分時間都是穩守在10天和20天線之上 所以這個市已經擺脫了中期調整的格局 現在是處於一個中期調整之後一個正常的反彈 這個所謂的反彈 三到四個星期是很正常的 如果能夠突破518天線 而成交金額又配合的話 可能會組成一個中期的反彈 後續看看能不能夠突破518天線 和成交金額 能不能夠回到1,500億或以上 好了,組織分析就說到這裡了 有一個人可以做到一個正常的反彈 在這裏面上的反彈 要選擇 最終要是在這裏面上的反彈 要選擇 要選擇 無論是否 可以做的 要選擇 好嗎 要選擇